啊 总算等到您了 小灰猫大人 我是此地的骨头 现在正在扮演炸弹 你不喜欢 啊 好吧 那我现在是 炸弹恶魔啦 满意了吗 不满意也得满意 好了 既然你找到了我 轮到我完成使命了 接下来我将倒数五个数 然后爆炸 五 四 一 有了吗 真是 但没关系 其实我根本没有上过雪 我是说 炸弹恶魔娃娃 没有上过雪 我甚至都不是一颗真正的炸弹 是不是很惊喜 很意外 很恐慌 啊 没有吗 真的 好吧 太可惜了 你真敢学学怎么逃女孩子欢心 很好 你真敢学学 怎么逃女孩子欢心 还算是有点进展 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炸弹 该死 我都忘记这查了 活活博士是炸药化学的专家 我需要你帮忙 先生 你和活活博士打过不少交道 再加上刚才说的炸弹案 你一定能找到证明活活博士是凶手的证据 第一件案子是苏勒达工厂纵火案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柄大锤 一只娃娃 还有残留的约半生不明液体 化验刚结束 结果表明那是一条红飞鱼 第二件案子是拦掉拍卖会场抢劫案 一伙佩戴面具的暴徒闯入会场偷走了星穷列车残片 还在现场留下了一柄大锤 一只娃娃 还有一只半死不活的红飞鱼 这就是全部案情了 依我看 两件案子里的某个共通之处 就是揭穿活活博士的关键 我相信你的判断 你觉得哪组证物才是决定性的证据 不 不 回答错误 这两件案子里压根没有炸弹 你是不是多想了 哎 小灰毛啊 小灰毛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你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好失望啊 不过 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好啦 炸弹不在这里 有的只有我精心布置的恶作剧 哈哈哈 时间不多啦 快去找到这种炸弹吧 你好 亲爱的演员 你可以叫我导演娃娃 这是我在片尾字幕常用的署名 你或许有所不知 其实正是我 导演了皮诺康尼的整场闹剧 呵呵 作为剧目的男一号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欢迎畅所欲言 好吧 其实根据剧情需要 你现在只能说一句话 所以还是拜托你尽量 克制一下 唱所欲言的冲动 星期日 星期日是谁 啊 既然你问完了 我也回答过了 那么根据剧情需要 我将会告诉你 这里根本没有炸弹的事实 让你偷回自己浪费了半天时间 听我说废话 然后 我们分道扬镳 呵呵 但别难过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份好礼 一枚梦泡 进入了我和一位 美丽艺者的生死时送 如果你还没看过 那就快去找爱德华医生吧 呵 呀哈哈 你找到我了 啊 问世 问世 说谢谢米啾 啊 问世 问世 说谢谢米啾 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 我是哲哲娃娃啾 其实像我这样能打的娃娃 在这艘灰长石号上还有998个啾 嗯 请把它们交回黄金花火大树吧 我会为您准备好仙礼的啾 至于米妖的虚树中子弹 啊哈哈 别打岔 我知道你根本没提过这五个字 那个炸弹不在这里啾 恐怕你只能到别处看看了啾 Parris你的看法 是的 过确 谁知道 另外的人 原 По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不多了,希望还来得及 哦,乐子神在上 你竟然如此直快地识破了我的伪装 说真的,我亲爱的小灰毛先生 你简直就像是苏敦太太卧室里那只凶猛的穿衫甲 哦,心急可吃不了热的苹果派先生 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来 你收了那家伙的贿赂 那个既虚伪又腐败的花火帮领袖 想要坐上花火城市找位子的败类 我自哥 这座邪恶的城市已经堕落了 身为警长娃娃,我不能坐视不理 而如今只有这枚虚树中子弹 才能彻底肃清你们 给这座花火城重新大洗牌 如果你想打倒我 那你就不得不面对花火大人的狗了 他们是我忠心耿耿的好伙伴 你可敌不过他们 我竟然被霍子哥可恶的招牙打败了 但你们绝不会得逞 因为我只是个造型可爱的娃娃 根本不是什么学术中子弹 你好,人类 我们又见面了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再见到你 我正在这艘豪华邮轮上品尝匹诺康尼 消费主义唐一炮弹 你呢 是来观光的吧 如果你也去过仙州罗浮 那我们很可能见过面 我是一只碎羊 原本住在罗浮的隋缘里 我热衷于研究仙州亚文化 但慢慢的 我发现仙州亚文化也是有极限的 前略,中间忘了 总之 我最终来到了匹诺康尼 我想要研究与仙州完全不同的亚文化 结果 可真是让我大跌眼镜 如果我有眼睛的话 我发现 这里的人们不把亚文化当文化 他们管它叫 是迷,是迷鹰 对,就是这个 他们还有形体呢 我和其中一个崖尖找立的迷鹰生命成了好朋友 他对仙州驰名文化特感兴趣 我就给他取了个仙州名 他很开心 啊,说到这个 我该去找他了 哼大鬼脾气火爆 向来没什么耐心 但礼貌 依旧无法掩藏我危险 癫狂的气息 以防你不信 给你表演一下 放肚飞 不瞒你说 我之所以成为法外狂徒 并不因为我他宝贝的是一颗炸弹 而是因为我他宝贝的掌握着一则古老而疯狂 为人伦所不容的亵渎中语 你想感受一下吗 我可以面对你听 但一切后果 花火大人盖不负责 宝贝 你比我狂多了 让我酝酿酝酿 仪式准备好了 收起耳朵吧 仔细聆听那最古老 最原始 它宝贝的人类克鲁基因的战力 瓦斯卡瓦斯卡 秀花火 瓦斯卡瓦斯卡 秀花火 瓦斯卡 咖啤 唬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